回到現場持續來聚焦金華城案 柯文哲在前天被吳寶請回 那麼地院的部分在昨天是提出了抗告 那麼接下來雙方可能會如何來進行 這個司法的攻防 最近現場我們連線給記者楊馨怡 來告訴大家 馨怡請說 好 如果各位觀眾持續帶你來關心 金華城B案的最新進展 那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以及前副市長彭震生 兩個人在九月一號晚上八點召開 積壓庭之後 在隔天的凌晨三點是 被法官來裁定說柯文哲是吳寶請回 那彭震生則是遭到擠壓境界 那對此無論是檢察官 還是這個彭震生委任律師 其實都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因此是已經把這個抗告狀 遞交到說法室 那今天最快呢 高等法院也會做出裁定結果 那我們今天也邀請到了 李玉生律師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裁定的抗告結果可能會有哪一些 是的 那目前這個檢察官 針對柯文哲吳寶請回的部分 已經提起抗告 而彭震生的委任律師 也就這個積壓境界的部分 來提起抗告 目前已經把抗告的這個卷宗 移到高等法院來了 現在是由高等法院的 何議廷來做審理 那何議廷審理之後 可能會有幾個不同的結果 第一 如果認為這些抗告的請求 是不合理的 他就會直接駁回 做一個駁回的決定 如果駁回的話 變成檢察官跟彭震生的律師 都不能再提出再抗告了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何議廷認為說這樣子的抗告 是有理由的 這個時候高等法院 有可能會廢棄這個原來的裁定 可能會自圍判決 那更多的可能 他會把這個案子再發回給地方法院 由地方法院重新審理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的話 地方法院就要就這個積壓 要重新召開積壓庭 就這個有沒有積壓的必要 再重新做審理 好 那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積壓有幾個前提 就是包含這個被告 是不是犯罪嫌疑重大 或是這個被告 是不是有可能逃亡 串證或滅證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彭震生 跟柯文哲拆開來說 柯文哲其實在這個 無保請回的時候 他是沒有馬上回家 而是疑似跟太太陳佩奇 到了這個黃山山的住家裡面 是不是有可能被檢方認為說 你們三個可能是秘密來討論說 後續案情要如何來發想 或者是這樣子 會不會有可能會有串證的之餘呢 是的 那所謂積壓庭主要就要審理說 這個被告有沒有所謂符合積壓的要件 那積壓的要件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犯罪嫌疑 可能是重大的 第二這個被告有沒有可能在外面 勾串共犯或證人 第三就是說這個被告 有沒有所謂逃亡的可能 那目前看起來 雖然柯文哲他是無保請回了 但是他回去之後 立刻就與相關的人士 來做一些討論 那並不是說他不可以這麼做 只是說如果他馬上 跟這些相關人士來做討論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之後會有一些所謂的串證 或者是做一些這個相關的一些討論的可能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讓法院認為說 這個柯文哲 他無保請回之後 可能在外面會做一些類似串證啊 等等的情形 會增加這樣的嫌疑 因此檢察官有可能會用這個理由 再跟法院來強調說這個柯文哲可能是符合這個犯罪的要件的 那另外有知道說彭政生其實他之所以會被羈押 主要就是因為少壽配其實在當時是已經出國的 因此被判定說可能會有逃亡之餘 因此是預防性羈押了這個彭政生 那現在其實少壽配其實也已經到這個地檢署 已經附訓完成了 那彭政生他其實呢 他也說他其實在法庭上都已經完整的交代 整個事發過程 但是他卻配羈押 但柯文哲卻沒有 那他心裡是不太平衡 那我們想問一下律師說 像這樣子的話 彭政生的律師他可能會用哪一些的點來跟這個法院來抗告 是的 那同樣的彭政生目前被羈押禁見 他可能會向這個高等法院來提出抗告 主要的理由是說他沒有犯罪嫌疑 或者是說他沒有逃亡 或者是勾竄共犯或證人的可能性 那目前似乎這個彭政生的律師主張說 彭政生已經就相關的案件 都已經據實的陳述了 所以他其實不太會有在跟外面的人做一些勾竄 跟這個供詞的這個可能性 因此他可能會用這個理由來跟高等法院來強調說 其實彭政生是沒有這個羈押的必要的 再加上說之前是有一位這個關西人少秀胚 他可能是在沒有還沒有接受這個地檢署的庭訊 所以這個時候檢察官可能會覺得說 是不是這個彭政生的部分 還有一些地方沒有釐清 還有沒有可能跟外面的關西人 來做一些勾竄證的一個可能 因此才把他羈押禁見 但是現在這個少秀胚也已經到庭作證了 也已經交保了 所以以這個彭政生的律師來說 他可能會認為說 其實就彭政生的部分 他已經具實的交代清楚了 而且他也沒有再跟其他人來做串證的可能性 他可能會用這個理由來跟法院來請求說 是不是解除這個羈押禁見 那最後我們想要請教一下律師 就是關於這一次的像是羈押禁 那柯文哲他是無保請回 那彭政生他是被羈押禁見 那這樣的結果是不是讓法界 其實都跌破眼鏡 那想要再問一下說 那抗告的話 他是只有一次的機會嗎 還是有幾次的這個機會 或是有時間限制嗎 是的 那現在就地方法院所做出的羈押的裁定 不論是羈押的裁定 或者是這個無保請回的裁定 那檢察官或者是彭政生的律師 都可以在十天內提出抗告 那目前他們也都在一天左右的時間 就已經提出抗告了 現在是由高等法院來做審理 如果高等法院 他認為抗告的理由是不存在的 這個時候高等法院會駁回抗告 他只要一駁回 變成這個雙方都不能再就 這個駁回抗告來提出抗告 反過來說 如果高等法院覺得說 這個抗告是有理由的 把這個案件發回到地方法院重新審理 地方法院無論做出羈押 或者是交保 或者是無保請回的任何決定 這個時候雙方都還可以在 就這個地方法院的裁定 來做抗告 好 那雖然目前高等法院 是還沒有確定說 這個抗告到底是要駁回 還是確定 但是無論如何 三十支援團隊 會持續為你掌握最新情形 以上現場為你掌握 最新狀況 先把時間鏡頭交換給彭內主播 一早柯文哲又現身了 對抗告最新說法 馬上來看他的最新現場 來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木可可能會出現 下一個新流的問題嗎 慢慢來 慢慢來 你們照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來 小心 小心 好不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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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表邊 主席是有給這個 彭腹變遷嗎 精華城案件 因為現在大家說這個是關鍵證據 最近瓦城真的都是一件 你們在旁邊照好不好 謝謝 在旁邊照好不好 太危險了 是不是有成績感 忘到兒子的帳戶嗎 停一下 停一下 請小心 有畫面可以 謝謝 小心 主席可不可以針對北縣 看看這個接觸的位置 好 等一下 好 大家先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各位等一下好不好 大家等一下 好 我們看到柯文哲 現身到了這個松山機場 去打算要搭飛機到花蓮 來參加傅昆奇媽媽的告別式 不過今天所有的媒體做聚焦的 也就在北檢昨天提出了抗告 現在他會因此重返羈押庭 那麼外傳檢方是有更多的市政 疑似查到了有多達上劍萬的金流 會不會導致金華城跟木殼 以及甲障案來做一個連結 有機會來羈押柯文哲成功嗎 那麼最快在中午就會有答案 好 再來最近消息 來看到檢方在昨天提出了抗告 也就是提出了攸關被封為 柯文哲生死門的抗告書 厚達了二十頁 這內容包含了金華城 貪污以及圖利罪 有更多的細節補強 今天柯文哲自己也被問到這個問題 來聽聽他如何回應